你录一期那个火炮的那个轰炸的一个测试 就刚刚上一个视频的话 那个火炮我发现经常是打着打着就停 所以说做了一个测试 我刚刚自己已经试过了一遍了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原理 就是你的火炮 一个是精确瞄准模式 一个是速射模式 精确瞄准模式它的优点是 它的扩散会越打越小 越打越小 就是一直打到最后你锁定的那个位置 开始是这么大扩散 然后再打一炮就变这么小 再打一炮就变小 当然是离得越远的话 扩散基础扩散越大 就是精准模式越打越准 这个是F1的方式 速射模式就是框柱这一块区域 它的圈不会缩小 但是就是速射 射速会比一号模式快很多 刚刚测试了一下 同样的一种炮 这个的速射模式是精确模式的两倍的射速 但它的那个精确 它那个精准度是不会缩小的 就一直炸 然后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关键 刚刚测试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选择了这个开火模式 选好之后 右键点地板 它就会开火 这种情况下 你按左键 就不选它这个单位以后 它还会继续开火 但是如果说我们锁定它 让它选定一个位置开火之后 我们把F1取消 它就停了 这里就停了 所以我之前上一个视频的话 经常打着打着 就发现那个炮不开火 我就搞明白原因了 就是因为我们一旦取消这个模式 它锁定的那个地点也就取消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地方 让它炸 如果只希望它一直炸 不停火 我们就选定 然后就左键取消这个角色的选定 但是不要动它的这个模式 如果要换目标的话 就右键再点另外的目标就行了 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一直炸了 然后再就是那个射速的一个 F2 然后点右键 然后就一个区域 然后这个时候左键取消 然后这两个可以看到 两个落点就没有取消 然后现在看射速 可以看到两发已经打出去了 这个才打一发 这个两发的间隔 它打两发了 一发 两发 再开火 看到没 两倍射速 但是这里是因为离得很近 因为这个落点已经很近了 所以说它那个范围很小 这是因为离得足够近 我们现在取消掉两个的开火的情况 这里是可以NZ取消 NZ取消 或者我们点击这个模式取消 都行 两个方式 然后这里的话 把那个视角的话 我看一下 这个任务的任务是要干嘛呢 教程的话是让我们上伪装网 上伪装网 我们先把伪装网上了 然后把地图先 让它那个任务 给我们的地图扩大 然后之后去试 那个远距离的精准度 给大家看一下精准度 速射 速射模式 射速很快 但是范围不会缩小 就是在一片区域 快速的进行轰炸 这个精准模式 越打越准 打固定目标用的 好了 这个地图的话 就是把这个任务做完之后 可以看到离得很远了 这里我们就用两个的炮 来测试那个速射模式 和那个就是精准模式 看就像这里 一号炮用F1 然后瞄准一个区域 是基础这么大的 二号炮瞄准一个区域 但它这个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看一号炮的 那个基础圈是多大 然后再看二号炮的区域 为了好对比的话 我们就这样 好看一号 这个圈 二号的圈 这个一号的圈可以看到 开一炮之后就会缩小 二号的圈 但二号的圈好像基础就很小 二号的圈基础就是会比一号的圈的基础 小一点 但是它之后就不会缩小了 可以看到一号的就会越来越小 看到一号的这个圈已经变小了吧 但二号的圈还是没小 一号的这个精准模式更小 二号还是这么大 它是不会变的 但是一号你看 就离得这么远的情况下 已经缩小到了一个 基本单位的一个大小了 好像是因为炮弹 没炮弹了是吧 对对对 没炮弹了 没炮弹了 现在是在装填炮弹了 因为没有炮弹了 所以二号二号炮压火 一号炮也压火了 炮弹打完了 切换另一个弹种 它再切换到另一个弹种的时候 就会自动停止他们的那个开火的一个指令 而且这个榴弹炮 它是没办法去用取射的 可以看到没有取射的一个选项 那这个是hef 这个是直射用的炮弹 这个是破甲弹 破甲弹是直射用来打坦克 或者打装甲车用的 所以就因为我们的榴弹高爆炮用完了以后 就没有这个取射选项 然后现在的话 它是系统会在我们的炮打完之后 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装填 相当于补给的 只是说有补给车在边上 会让你不会一直压火 这个机枪先不管它 再继续看那个基础的一个模式 先炮口描过来 先描过来 然后比两个的基础的圈的大小 它在炮口在移动的时候 那个散步会比较大 然后一号的那个fe模式 fe模式为什么会这么小 是因为我们在这块区域之前用过精确设计了 所以我们只要炮口不移开这个区域的话 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我们利用了多次射击较准了 我们的炮弹弱点 所以说在这块区域是精准打击 看到没有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然后二号的这个二号炮的那个f2模式 f2模式就是这么大个圈 然后一号炮的fe模式 如果移到边上 可以看到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一个弱点 所以有利有弊啊 如果我们想压制对面的火炮的话 就用f2起手 如果想要越炸越准越炸越准 炸一些固定目标 或者炸对面的一些碉堡一类的不能动的话 就用f1模式 f1模式的缺点是在于速速太慢了 如果说你想要压制或者是快速杀伤敌人的话 f1模式就不太适合 f2模式比较适合 但f1模式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的每一发开火的间隔比较久 那么你的暴露的那个值积累的话 它会每一发开火之后会降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值 然后再开火 就是打比方你开一发之后 那个暴露值到90% 没有暴露 但是它降到40%以后 它再开第二发 然后又到90% 然后这个速射模式的话 就是打一发到90% 降到60% 你又再打一发就直接暴露了 就是跟暴露也有关系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说 你要想连续开火的话 就记得不要取消这个发射模式 你把这个发射模式勾掉 它就打断它的开火 这就是火炮要注意的东西 这个火炮的东西就讲到这 然后伪装网 装上伪装网之后 开火以后的那个暴露值不会太高 会对于暴露值的一个增长 会有一个控制 然后那个掩体和挖掘周边的壕钩 是用来防止对面反炸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的炮那个炮组成员进行杀伤 降低那个杀伤 这个 但是这个它是苏联的炮 好像德国的好像是没有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玩德国的阵营 所以说苏联的可以挖坑 不知道德国的有没有 具体没注意 但德国的话可以买沙包 苏联的好像没有沙包选项 这个坑的作用就是你看像炮弹落到边上的时候 它那个破片会从它头上飞过去 会减少你的成员的死亡 这就是那个好处 这个炮就沉下去了 但是缺点就是在于需要控制那个暴露值 如果说你暴露值一下长太高的话 你后面想转移或者是让车去勾 可能就比较麻烦 它自己想要推出去的话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推这个坡要有一定时间 能推上去但是有时间 挂的话还是最好